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來明日之後 可以看到我目前左上角的進度應該跟上一集差不多吧 那我真的是沒什麼時間在玩 所以這個系列的進度會比較緩慢 而且更新的時間也不太一定 那內容的話我可能盡量就跟著左上角任務來進行遊玩這樣子 因為實在是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玩手遊啊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做一下這個休閒套裝吧 多麼的休閒的套裝 休閒套裝在這邊 OK我們已經收集到所有需要製作的東西 欸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跟陸服那時候穿一樣嗎還是穿這個 穿這一件好了啊 這一件要到二級才能接受 可惡所以我只能我只能做這一件是嗎 好吧那我們就先做這一件吧 畢竟我們的莊園才一級而已 穿上去之後會有一個護甲吧 還是沒有 他就只是休閒套裝而已是嗎 好啦不管了 那我看一下為什麼我的血只有150 我們補一下血量 有繃帶 他現在目前叫我們再去秋日森林那邊是不是 應該也是做一些採集的動作這樣子 來看一下 好我們把這些升一升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去秋日森林吧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了秋日森林啊 他說要什麼 做一組箭矢和繃帶挖勒 我這一波回來沒有用那個新手模式 所以我身上是沒有弓箭的 那做這個箭矢的話 我們就從這邊做吧 好的需要木頭和石頭 我現在身上完全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我身上的東西 好 木頭石頭 來吧 我們現在就去採集一下 看一下附近有沒有石頭 現在是晚上嗎 對 現在是晚上 等一下喔 裡面有一個小巷師在那邊 我們就拿著我們的UVI這樣子 過來 上次有觀眾就說什麼 這把UVI是可以修的 可是我之前在另外一個伺服器的時候 好像不太能修啊 我印象中我製作出修理台不太能修 這一點我要再向其他觀眾確認一下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到底他手除的這一把UVI能不能修 不過應該是沒關係啦 因為根據我上次的經驗 當這把UVI它的消耗度快要用完的時候 其實剛好可以配上主線任務 就是製作出UVI這樣子 所以好像應該也還好啦 空手狀態 哇 我砍一砍斧頭直接噴掉啊 好 我們從這邊再製作出這個石斧 要25石頭是不是 等一下喔 石斧要25石頭 我看一下我附近有沒有石頭 這邊有一個石頭 這樣子 那我目前呢 模擬器稍微有做一下調整 動作上會看起來比較順暢 不過還是會偶爾就是卡頓啊 根據上次有觀眾跟我說 好像就是蠻正常的狀態 所以呢 就是偶爾可能會有點卡頓 但是我在後製的時候 會盡量把這些片段給它修掉 除非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再把它留下來這樣子 我現在肚子是不是有點餓啊 我看一下喔 吃個三明治好了 好像沒什麼東西可以吃欸 如果有果子的話 可能要收集一下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麻類 收集 這是山洞嗎 不是 好 那我現在砍了一點石頭 應該可以製作我的石斧了吧 先製作起來 好製作完畢 繼續砍木頭 大家看一下箭矢和繃帶 箭矢可以做了吧 製作一組 這組現在完全用不到 然後還有繃帶是不是 繃帶是要用麻去製作 所以呢我現在先去收集一點麻類 好像對面有一點麻類可以收集吧 我們去對面 跳過這個河水 不然在河水裡面 它那個游泳蠻慢的喔 我們去前面那邊收集好了 前面蠻多麻類的喔 等一下 它怎麼又停住了 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 你趕快 對 趕快離開好不好 拿一下身上有沒有東西 看一下 它身上有獸皮和感恩血液 欸 這邊怎麼有一隻 狗狗 好那是我家的 欸 我家的小小行竟然不會 它不會游泳是吧 欸 那個狼在追著那個路 這是一個弱弱強食的世界 好沒關係我們在旁邊收集我的麻類喔 呵 它這個路竟然會被狼追捕 原來如此 很慢收集一下 幾個麻辣 我現在身上 看一下喔 18個麻辣可以做了吧 好我們製作一組繃帶太棒了 那現在呢嘗試狩獵 骨頭是不是 好 我們去拿骨頭 骨頭的資源好像到中間其實都還蠻需要的 所以我們盡量來找一下路啊 狼啊什麼的 來看一下 剛剛那隻狼跑哪去 我見了 有狼嗎 欸有路 欸那隻路被咬死了是不是 Oh my God 這隻路剛剛被咬死了 太棒了還有骨頭 可憐的小路 那我看一下這邊有狼嗎 我們現在來狩獵一下喔 還有四根骨頭是不是 如果前期照著他這個任務走啊 應該不會太缺乏吧 我看到那隻狼了 在那邊 我們早上去找他決戰啊 這個狼給我過來 在哪裡 欸這個傢伙不會是 他去追那個人 欸狼狼哥 狼哥對對對過來過來過來 過來過來 沒有出來我就在找你的 哎呦 他滾下去欸等一下等一下 他的屍體一直滾下去啊 欸繼續收集 這邊有一隻狼 有沒有骨頭啊 還缺兩個來 哪裡還有狼 他的 這隻是什麼啊 這隻是他的狗啊 還有沒有狼呢 哪裡有狼呢 我們直接往那個飛機撤離點那邊走 因為我現在身上的東西快要滿 欸有一隻鹿 把他打下來 趁現在空氣時間 收集一點石頭 因為石頭木頭什麼的 其實真的蠻缺的 中間要一直出來農 有點麻煩 所以如果盡量有出來 就是把他給他弄滿 這樣子 而且最好是每天都把他那個 免費寄送的額度給他耗掉的樣子 會比較好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等級 還是一個非常萌新的階段啊 來來我先把東西寄回去好了 可以寄回去嗎 來 快快快快 往上 感染者要出現了 不過沒關係 前期我們有這把手除的UDI 就不用害怕晚上的到來了 好 我們把這些寄一寄 來繼續 辛苦的發木工即將繼續工作 欸 我現在發現這邊已經有了 哎呦 原如此 我現在要什麼 我現在挖掘石頭 碎石還有小樹枝是不是 哦 原來我剛剛已經 莫名其妙的 搞定了一個任務啊 哎呀 原來如此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 發木什麼的 砍石頭 我們把我們的背包全部砍滿好了 小樹枝要10個是不是 先砍木頭 碎石 碎石要4個 OK 小木頭已經有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這些感染者好像晚上非常嗨啊 他頭很痛 他剛剛為什麼好像抱著頭在那邊 在幹嘛 看一下 大哥你沒事吧 OK 骨頭給我 然後 踩個石頭 好 碎石加1 繼續看到感染者給他射死就對了 這邊還有一個 對嘛 這個東西真的很方便啊 不然前期那邊弓箭一直射 真的不知道射到猴年馬月耶 附近很多喔 晚上真的很多人喔 這趕著 哎呦 我是不是應該盡量打他的頭啊 33發 看了一下原來我快沒子彈了 趕快我們在這個側離點附近 踩一踩石頭就好了 不要去到太遠的地方 我怕我回不來 碎石 碎石好難收集啊 可惡 踩石頭好累 踩石頭真的很麻煩 踩一踩這些上司就直接 靠過來跟你say hello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這樣踩 他發現得到我嗎 他好像發現我了 沒事吧沒事沒事 大哥你不要一直看著我好不好 我現在身上快沒子彈了 哎呦 他丟我東西他不爽了 他直接一個不爽丟東西了 這邊還有一個 沒差啦我們把這個戰鬥經驗練一練 因為反正他到時候都是要升級滿的 所以路上有遇到的人就是趕快打一打就好 我現在剩30幾發子彈是不是 好不要擔心 我們身上還有這個東西 軍火箱 哎呀這個手除真方便啊 手除的時候連軍火箱都有啊 我這怎麼好像有點在工商鼓勵什麼 課金什麼沒有 我是想像自己在前期的時候度過爽一點 所以才小小除個30塊錢 省一個早餐錢這樣子好不好 砍下來快點 四個碎屎 哇竟然沒有碎屎 太倒楣了 再踩個麻雷 哎這個樹是倒掉了是不是 有一個狼在這邊 差點沒看到他 擊敗 擊敗狼 對擊敗狼啊 我們口音不要念錯 不然念得有點奇怪 擊敗狼這個稱號不錯 剛才也念錯 快啊 碎屎怎麼那麼難收集到啊 哎糟糕 這邊也有人在跟我搶Sto 啊沒搶到他的Sto 可惡快快快快快 因為他這個物資是和其他玩家共享的 也就是說 有些玩家在採集的時候 你可以過去跟他一起採 就是看誰比較厲害這樣子 哎這石頭在哪裡啊 他去前面採那個石頭是不是 他是不是也在找那個石頭 可是我告訴你這石頭在這裡啊 這石頭是我的 踩不到了 哇這個石頭也沒有碎屎 尷尬 我的背包會不會到滿了 這個碎屎都收集不了啊 哇太誇張了吧 採集資源是一件這麼辛苦的事情 啊有有有一個碎屎 再一個再再再一個就好好不好 再給我一個 有了有了 踩滿了啊 好他叫我們把這些東西 拖運回去嗎 是不是好 簡單 來 過來 哎呦一上來就下雨天是怎樣 遊記服務一鍵轉移 寄回營地 搞定 好我們就回家去把它拿出來 我看一下我今天要玩到哪裡啊 這可以領了是不是 製作升鐵嗎 喔今天可以製作步槍是不是 好那我們今天就回去把這個槍給他做出來啊 OK我們製作好了六個升鐵了 接著就是直接製作步槍 武器製作這個蒙德拉貢步槍 來製作起來 決定 然後好像出自彈藥槍是不是也要做啊 偷看一下後面 我剛好瞄到喔 對嗎 出自彈藥槍還有黑火藥乘以二 這樣子 好我們一次把它做完 趕進度趕進度 黑火藥兩個製作 耶步槍做好了 第一把武器獲得成就 哎 你看我手除了那個不算是不是 好的 然後呢再製作這個彈藥槍把它做起來 8秒鐘 我看一下我身上木櫃木頭夠不夠 我們去做個 再做個小木櫃好了 把小木櫃做一下 等一下把它擺到二樓的儲藏空間這樣子 可以啊我就有這個末日生存有沒有 慢慢熟練的起來好不好 OK擁有了武器之後呢 他就可以再一次前往 又要再一次前往秋生林 去這麼多次再一次起成 是嗎 領取任務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再來 解這個系列 到時候就可以把這個野外生存片給它解完了好不好 好的各位觀眾那我們今天的明日之後就做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以及叫我的AB粉絲的讚 更重要是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まぁ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下集團 不可不可以